有在新北的外國美麗華 這個三級的求庁今年醫生 去合併法做理由 還有十幾個萬港四頭路 現在這個行政 提出最關的修法 今天第一題歡迎 電開心機 不過美麗華同會表示 這次的修法其實對於他們 六甲的保障有完是不夠的 看誰要修法保障六甲 環境因為美麗華國立福求庁 政府應該要透過修法 帶頭呼籲讓企業 政府要看到多少勞工受害犧牲 你們在願意改 政府應該要透過修法 帶頭呼籲讓企業 讓企業要保障 政府要看到多少勞工 受害犧牲 你們在願意改 政府應該要透過修法 那帶頭呼籲讓企業 知道說我們勞工並不是外人 那就算他在這個實行 這個區域購法 那也應該要 也應該要透過工會 由工會 來跟他們來跟這個資方協商 發生政府修法要立即工會建議 因為工會疾控 自豐古年以去變化為休 沒有有境改革 包含工會生完在來 十萬元港 作為由公司進行 企業品國六甲 就要水動專輯 立場提前六十天 故地必要主信 先去構築 要跟所有的工會 進行入住協商 新舊孤獨兩個參雄後 就可以片面的解雇勞工 那是否應該賦予資方 這樣的權利 一直以來都有爭議 它其實涉及到勞工權益的部分 其實還是會回到勞基法 就剛剛那個美麗華那個案子的話 其實它其實真的就是 有過度去解釋我們的氣病法 政議辦的欺貧法修法 催到第二次歡迎 電規心機 要在會煩惱這次修法 可能會讓祝福開改革歐盟 氣病法要如何修法 甚至結果如何 都可能關係六甲的 一樣的環境保障 記者綜合報道